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聯儲局減息後秋薄反彈 在未講到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指跌了285點 收報26468點 成交不過不失705億 今日港股可以說是低開低走 而且曾經跌到頭肩底頸線位26356點附近 按計來說 今日有機會是一個後秋 是技術上高的後秋 我可能是錯的 但我先說了我的看法 是後秋分注薄反彈 其實這件事在這幾天的文章都有寫了 總之可以分注小注 現在先進一注 因為跌到頸線位 薄反彈 可能錯的 再重新一次 我自己的風險當然是自負 大家亦都要小心為常 大家亦都要小心為常 所以是否同市場所說 這就是鷹派減息呢 大家看看如何理解 鷹派減息的話 照計道指昨晚不應該升 為什麼道指最後又升上去呢 如果道指能升上去的話 其實都不是那麼差 道指有沒有機會衝上去呢 逐樣逐樣分析 先說了大廊的看法 重新一次 我可能錯的 不過我就是這樣看 後秋分反彈 先進一注 因為下來了頸線位 這個就看看恆生指數這幅圖 今天下來了 最低見過26377 所謂26372才可以 我打錯字 26372 26372就很接近什麼呢 就是頭肩底頸線位26356 差幾點而已 當它是後秋 接近這個位置 就可以試一下 小注一下分注來做 做的話 如果真是後秋的話 它就有機會什麼呢 重新上來 如果照頭肩底量度升幅目標 就是27800 當然27800之前 就要先升穿 9月13日這個高位 27366才可以 看看之後怎樣走 如果不幸不幸差的話 就會跌穿26200區 收市位計 我就會止蝕 用26300多的時候買 26200 止蝕就不是太大的幅度 那麼 賭一賭 看看行不行了 好了 那為什麼會賭呢 剛才說過 昨晚聯儲局其實是減息的 第一 我就覺得減息就是減息 減息都是好事 鷹派減息 即是它厚硬而已 其實每次都是 有哪次它不是厚硬而已 它每次都說 我不想減 或者 這個是什麼 miss cycle 就是中期的 加緊息的 現在減息都是中期調整 miss cycle adjustment 但是怎樣呢 上次miss cycle adjustment 這次又是減 是吧 這次說miss cycle adjustment 下次12月 我覺得它仍然都是這樣 就是它是一個這樣的性格也好 或者它在它的立場沒有辦法 它一定要撐 鮑威爾是一個 就是要跟特朗普撐 為了要撐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聯儲局的獨立性 威望 還有經濟可能真的沒有這樣的需要 局內也都有一些理事反對 它都未必擺停到裡面的聲音 也都要代表那些聲音走出來撐 種種原因都好 是撐 但是自從去年12月那次 它不肯 維持利率不變 加了息那次之後 我自己覺得它其實已經是跪低了 那之後它今年1月開始 已經是什麼 就開始說維持利率不變 一段長時間 那之後怎樣 之後就順應市場要求減息 7月開始第一次減 9月第二次減 12月市場如果真的要求它減 它都是會減的 我覺得是這樣 當然特朗普要求它減很多 減到零利率 它未必做得到 但是現在由減完之後 慢慢一路減 減到接近一里 或者一里以下有沒有機會呢 仍然都有機會 因為美國的利率 相對歐洲 相對日本 很高息的 現在美國的債息 還站在多少呢 大概 長債來說 1.6幾 1.8幾 這些水平到培會 最低的 見過去多少呢 1.4幾 但是不要忘記 歐洲 日本那些已經是負利率 很高息的 所以相對來說 美國還有空間 會減少 還有一件事 很奇怪 如果你說它真的 鷹派減少 為什麼它昨晚 被記者問的時候 它會說 我們將重新研究 何時抗表的問題 可能比遇上更早恢復 資產負債表 有機會增長 大概是什麼時候說的呢 就是2.50分 昨晚2.50分的時候 說完之後 美股就開始反彈 大家要注意這件事 為什麼它突然間 你說它鷹派 它又會說 它有機會 比大家想像中 近早 重新買債 這是很耐人尋味的 是吧 你說是因為 如果買多些債 就可以釋放多些錢出來 就是流動性會多一些 這個可能其中一個解釋 那麼多些流動性出來 都是有利 因為近日 就是講到 美國的市場的流動性不足 短期的那個 息率抽了上去 你看到香港的股票都升得很高 很多公樓的人士 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 就是因為流動性不足 會不會是這個原因 所以要買債 釋放些流動性 有這個可能 但是 實際上買債的作用不是這樣 是一個放水行動 放水就是放水 放水就有利 所以其實它說 它是不是鷹派 我覺得它表面是鷹 因為局內有些人反對 也都不想好像 他做到 就是 特朗普一踢他 他就跪下 但是實際上 我覺得它都是跟著市場 跟著特朗普 都是一直減息的 好了 那說完之後 道指又怎樣 昨晚 跌了下來 它跌到2.50分的時候 因為它 跟著又說 可以恢復這個 資產負債表的抗爭 又升上去 接近全日最高位收 道指 那我不覺得很鷹派的減息 那今天港股跌下來 因為有人覺得它是鷹派 那看看是不是真的鷹派 那現在就是 總之 美股昨晚收得都不錯的 那如果美股這個 頭肩底量度升幅 都有機會去到27,500 我再從 都是這樣看 就是一直都覺得是這樣 現在這些都是調整一下的 好了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今天 還有膽敢搏反彈 就是都因為預期明天 內地有機會減這個LPR 這個利率 那 那 內地的那些 講真句 真是猜猜一下 我亦都沒有內地的消息 大家這麼說 這麼猜 因為你知道 這些國家機密來 哪有知道的 知道 打把殺頭 不知道 怎麼這麼猜 那看看它明天是不是 那為什麼覺得它會是 因為 內地好像幾多人都這樣估 總之 美股昨晚接近全日最高位收 內地股市 今天又是全日最高位收的 你看看上證指數 就2999收的 23條9 那 即是接近3000關 都全日最高位來的 上證指數是這樣 深正成分股指數也是這樣 升成1%上來 升成1%上來 就是收9852 9852 這個也是全日最高位 那內地股市也是這樣 美股也是這樣 其實走勢都挺漂亮 港股 港股自己打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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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能是因為自己本地因素的 的而且確 不過就是我覺得直搏率都OK 那你跌回去這個 頭肩底頸線附近 就用回 其實9月5日低位 其實在之下 低位就是26283 那用26200點 就是收市位計 跌穿的話 就輸少少 如果有機會 就可能彈得多少少 那有什麼可以想的呢 保守營的反彈 我覺得可以想一下 就是友邦 因為友邦今天的走勢 都挺剛剛好 碰上升軌的 今天跌3%的 那跌下來 上升軌有得守住 那這隻76元區 是不是有得想一下呢 收76.5元 是吧 那其實明天都還可以考慮一下 這些 那利益申報我沒有買的 這隻 另外呢 瑞星這幾天走勢很強 那如果有些人喜歡強的 就可以手機設備股 喜歡買低的就是友邦 瑞星啊 友邦啊 信譽光學啊 都是我沒有持有的 利益申報先 但是呢 就是以圖論勢呢 就說 這個挺好的走勢 那這些可能會回調的話 就是都可以想 信譽光學 創意周身高 收市位收120元 起回120元頭上 那這個真的像一個 雙底反彈格局 那當然啦 這些是高的 我知道不是每個人都喜歡買高的股 那所以 建議 就是真的 有得想一下的就是這一隻 有邦 就是今天剛剛調上升軌 那好 很簡單 調上升軌附近 就買磅反彈的話 那你的其量就是跌穿72元 就是破了這個底啊 之前這個底 是不是 雙底跌穿72元 你給多些少少的71元 好嗎 那如果不行就止蝕 真的沒辦法 可能是錯的 講到明 但是如果想搏的 都可以想一下這個 就是贏了不用多謝我 輸了就不要炒我晦氣就行了 好了 今天分析就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